即將登場的美國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是美國開創副總統辯論 這四十年來最重要的一場 因為兩黨的總統候選人 年紀都超過了七十歲 一旦有什麼不測 不管哪一個黨執政 副總統都可能因為 總統的健康問題繼位總統 由於民主黨的副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還有共和黨的潘思 在多項議題上都是南遠北撤 外界也期待這兩個人 在辯論場上會擦出什麼樣的火花 即將登場的美國副總統候選人辯論 是美國史上最重要的一場副總統辯論 因為兩黨總統候選人 年紀都超過七十歲 共和黨的川普正在跟新冠病毒搏鬥 民主黨的拜登曾被質疑過健康狀況 身為第二把交易的潘思和賀錦麗 都可能因為總統健康因素繼任 為了避免病毒傳播 兩人講台的距離 從原本的二點一公尺 拉長到三點七公尺 中間還有隔板 而兩人的風格跟政治立場 南遠北撤 共和黨的潘思是典型保守派 民主黨的賀錦麗 傾向自由派 在健保防疫 墮胎權和種族等議題上 差異大 但對中國立場 態度同樣強硬 外界期待 兩人會擦出什麼火花 賀錦麗曾就讀大學的畢業生 很看好校友的表現 由於川普才剛確診新冠病毒 關於這點 美國疾問 局體潘思的健康背書 表示潘思沒和確診患者有密切接觸 多次檢測是陰性 參加辯論沒有問題 華視新聞 不宜解編譯